我不说 我不说 你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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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了 扶手 干什么你 你小乙父爷爷 他欺负我 谁先动的手 他先动的手 他先动的手 不是 他先动的手 我打不过他 喂 大美啊 我马上过去啊 哎 你等着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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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等着 此仇不报 我不是男人 你是 你看出来啊 你是真男人 你说对 你等着 小乙父爷爷 此仇不报 我不是男人 你已经不是了 他养狗 养狗你就打架 他家狗吓我小米粒 我不得替小米粒报仇吗 小乙父爷爷 你帮我行不行 你帮我揍他 还帮你揍他呢 你不帮我是不是 好啊 你不帮我 这仇我也得报 你怎么报 我想想啊 对了 我想好了 等天黑之后 我拿个大棒子 我参加楼洞的里边 等他一进去 我给他扮倒 起来我放个大石头 让他磕石头上 那你准备把它磕成啥样啊 磕的他生活不能自理 行 你这个方法 小乙父爷爷支持你 好 我求棒子去 你回来 我给你算笔账啊 你这么一磕他 他是不是没准啊 整都好 就生活不能自理了 对不 对啊 有可能就没了 不怕 我就气了 你这就被抓起来了 怕无期徒刑 甚至死刑 那我也不怕 那个小米粒我啥也不怕 可以 你不怕 你爷爷呢 你爷爷就把自己的房子搭出去了 得陪人家 孙子也没了 你爷爷是不是得哭 他是我亲爷爷 指定得哭啊 是啊 你爷爷哭 完了吃不下饭 完了就瘦啊瘦啊瘦啊 你想想 瘦到最后就剩个大脑袋了 从远处一看 竹竿上插个西瓜 咋办 那也太惨了是不是 那我震的 我不让他磕石头上了 哎 我有办法了 我呢 我 我扫他 我把他腿扫折 这行话 他几条腿啊 他两条啊 两条腿全扫折 扫一条行不 那也不行了 那最少也得判你三年呢 我不判 你屁了 是你爷爷呢 你爷爷是不是又饿了 完了就瘦我瘦我 你判几年 三年呢 对你爷爷饿三年 完了就瘦的呀 就像一个竹竿 上面插个李子 咋还小了呢 饿的呀 我爷爷 我对不起我爷爷了 你对不起你爷爷 你是不是喜欢小米粒 对呀 完了 小米粒咋回来了 嫁给别人了 正好嫁给田笨们 田笨们他爸多有钱呢 在海边买个别墅 国家政策又放开了 他俩人生孩子 生完以后 两人相亲相爱 大海边上 你咋办 我爷爷 小米粒 我是不太惨了 今天要去秦绑 你让这便选歌 你做过什么 ionen 啊 铁窗 鐵锁链 我在老耗中 想 是啊 小米粒你别唱了 小米粒你别唱了 你别唱了 小米粒你别唱了 小米粒你别唱了 我找个方式醒了醒了 我拿个绳 我拿个绳给他绊倒了 完了我拿脑袋磕地上 让他们把他能牙磕这四颗行不行 那不行啊 那就不能判刑了 你就拘留15天就够了 没事 我解气的 我不怕 你爷爷 你爷爷饿15天 从远处一看 一根猪肝上面插个澡 这还越来越小呢 晒的都脱水了 你先等会儿 先别说我爷爷 小米粒呢 小米粒是不是又嫁给甜嫩嫩了 没有 这回没有 小米粒对你还是真挚的爱 你不进去了吗 小米粒一想 难过痛苦 完了就去游泳去了 那她是高兴啊 高兴啥呀 她不会游泳 枪着了 然后 一个好心的渔民从这经过 把她救了 她俩相爱了 从此度过了一生 这个好心的渔民是谁呀 好心的渔民不知道是谁 反正就掉四颗门牙 大琴子呀 那么我可掉的嘛 对了 大琴子不有大美吗 大美在小米粒面前 还美吗 大琴子一群别恋 小米粒一身相许 俩人过上了 在海边上买个别耍呀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太惨了 我实际记忆 铁门 铁窗 小衣服爷爷 这仇我还抱不抱了 想复仇是吧 想 复仇的最高境界 就是宽容 宽容 你只要宽容他 你就算赢他了 明白吧 明白了 我相信你现在打个电话 给大琴子 你说对不起 你看他怎么办 大琴子 你来得正好 我正要报复你呢 你就是 我是说 报复的最高境界 是宽容 对 咱们才勾尔了 找宽容啊 谢谢你 让我去掐死 你用这种掐死 你要干啥 我掐死他 掐死他 你也活不成了 我胸目几久 我不得报警啊 警察一来 把你逮进去 完了 你住几居室 杨玉室啊 全赔给他爷爷了 凭啥呀 你把人孙子掐死了 你爱大美是不 大美跟着房子 一块儿嫁给他爷爷了 凭啥呀 因为他爷爷是隔壁老王啊 你这不行 不能嫁给隔壁老王 那行 那不嫁给他爷爷 嫁给 他 小枪 小枪不是让我掐死了吗 后来就活了 成了职务人 大美就跟他相亲相爱 哎呀天天 你敢不敢说 弄枪 哎不对呀 这怎么都你说了算呢 我说了不算 你说了也不算 你说了更不算 起来 咱们中国老百姓都要听他的 咱们中国老百姓都要听他的 是 是都听他的 你干啥的你去啊 你给我起来 我干啥的啊 我干啥的啊 我干啥的 哎呀不行 我心里堵着 我难受 我要报复他 你想报复吗 还是那句话 报复的最高境界 是宽容 你俩 走到跟前 互相拉住对方的手 说一句对不起 来 来呀 说不出来 别开玩笑 快点点 哎呀我也说不出来呀 我走了 哎呀别走 别走 哎呀别走啊 对不起啊 大琴哥 是我先对不起你的 你别怪我啊 是我小气了 抱歉啊 哎呀倩儿 你看弄得我多不好意思啊 是我对不起你 你看那街坟邻居住着啊 低头不见抬头见的 你说有点事 我还要老怼你啊 怼你啊 那对不起啊 你怼我倒不怕 你家那狗啊 太吓人了 是啊 挺好的理解 你说因为我个狗啊 你说弄得咱俩都不好了 是 我回头把它拴起来啊 哎呦 哎 诸少 这又打起来了 快松开 松开 这个手可不能松开 对对对 不能松 我们俩呀 在互相报复呢 报复呢 啊 你觉得报复最高 这些是啥吗 就是宽容嘛 哎呀 小姨姨 你太厉害了 你怎么让他俩和好的呀 你先说说 为啥他俩打起来吧 这么回事 我今天去公园啊 看见大秦子狗在那儿 特别可爱 然后我就伸手想摸他 这时候大秦子在那边一喊 那狗就冲我叫 要咬我 然后我就吓哭了 王小倩一看我要哭了 就说要替我报仇 完了 他俩就干起来了 你呀 小姨 实在对不起啊 我下次出来一定把狗拴上 以后这种情况再也不会发生 我好好训他 我坚决不让他咬你啊 不不 不让他不咬你 他所有人都不咬 狗是人类的朋友嘛 对 我呀 现在跟我那弟弟说好了 我让狗好好训一去 你看现在训得可好了 可恋了 都有训狗员了 当然了呀 在哪儿呢 弟弟啊 来了 来了来了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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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给大伙儿表演一下 咱们大伙儿一块给他鼓鼓掌 好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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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跳 这边 好 走 我们大家记住了 抱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 欢迎 走 走 走